茶文化 茶文化開始興起 應該可以追溯到唐代 有人說茶是 發於神農事 文於盧洲公 心於唐 聖於宋 完整於明清 其實它就是 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的一個傳承跟介续 美女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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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北京之前 我在台中原本是做會計 2013年是我第一次過來北京 但是正式過來常住是2016年 然后当时其实是我爸爸跟我说 就是说他打算再开一间新店 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过来看一看 在台湾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会想过来大陆做生意 肯定很挣钱吧 就觉得应该生意很好做 其实过来之后也没有觉得 像台湾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就是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第一年的时候又想实在不行 那我就回去吧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爸一直鼓励我 既然来了就不要抱着要回去的想法 其实做茶叶生意它是需要一个积累过程 后面慢慢的积累起来之后稳定下来之后 你生土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压力 而且你会就是感觉到 这个事情带给你很充实然后很快乐 把多余的水分给挤出来 台湾的天气它非常的吵 这个茶叶运到北方来呢 它很容易就是很轻 同温度的控制 还有决定茶叶的含水比呢还是需要很大的这个经验 因为我爸爸是在09年10年的时候过来的 就它有结束到马连到最繁华的时候 这几年可能包括有一些原因大家消费也回归理性了嘛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各种经济上的冲击 这几年没有像前些年那么繁华了 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面就是除了我们然后旁边的其实是换过一轮又一轮的 主要我爸爸他是制茶叶的师傅嘛 制茶叶的师傅他会有对茶的品质会有一种坚持 他一定要把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然后带到市场 就是不管这个市场对于这个茶叶现在是否流行这个茶叶 这个口味的接受度啊这个瘦重面怎么样 那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会想去做一个调整 我还是会结合一些市场上的反应或是因素 比如说在包装上面然后这个市场接受度上面 妹妹过来北京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然后我其实跟妹妹会分享很多 我在这边的一些心得啊然后跟一些感受 然后妹妹他们其实就是也是觉得说很想过来试一试 可能两三年前就是看姐姐在这边发展的还不错 所以两三年前其实就已经有在想这件事情 想说我也想要过来跟着学习 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商业设计 对我是执行力可能会比较强一些 我会比较偏向设计类这种 但是姐姐是属于专业的那种 对我们在这方面就比较互补 我想到就是梦华路里面刘亦菲啊很像在咖啡上画画拉画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呀 这个是宋朝的点茶 点茶呢是我婆留传千年的国宝移茶文化 现在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那个动作很像日本的茶道耶 目前被誉为日本国力的抹茶道呢 其实就是源于宋代 虽然就是这个拍这个方向的短视频 它可能看的人群不是特别多 但是如果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他觉得学习到了 我就会觉得特别高兴 我们原来是计划可能疫情结束之后 想要全国各地去跑一些茶叶的战会 我妹妹现在还是很期待这件事的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在实体店面向茶商做一些批发或者是代工的这个生意 那未来的话如果做自己的品牌 我可能就直接能面向终端消费者 之前一直更多的是把台湾茶卖过来嘛 然后或者是在这边销售 我之后更多想做的是 希望在台湾那边就是把内地的茶叶再卖回台湾 比如说福建的无一盐茶呀 或者是正三小种啊 普洱茶呀这种 他们两个其实不挑 我做什么他们吃什么 反正我现在做的菜呢 基本上也是北方化了 把台湾跟北方这边的把它融合了 这边的人对台湾人还是很友善 我觉得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特别就是有感触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疫情好多年都在这边过年嘛 就会有好多客人到之后都是变成朋友嘛 印象有深刻 有一年有一个客人给我送了半只羊 是完整的一整只的 带着腿的那种就是 我觉得就是家人在哪里 就是家在哪里 就对我来说这边就是我的家 正是一样的 如果现在从今太多处理的话 就这样冲冲完之后 或是完之后再往上烧 好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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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